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点也不贵 如果大家去看这个像这个施耐德版本的话 现在应该大三飞这种也就两千多块钱吧 一套就很便宜 那么罗敦的话会更贵一点 但是跟莱卡比起来还是便宜 柯达出过非常多特别精彩的东西 从人家从1888年开始成立的公司啊 你看还挺厉害的 我觉得柯达属于那种特别个性的公司 做了很多奇特的产品 其实你别看它做焦角的厂 这辆机上柯达没少下工作 所以柯达最后也是非常成功的用自己发明的数码相机把自己干死了 这个也是很难得的一个事 在数码确实对整个世界的推动是非常大 柯达供不可望 那么柯达作为一家巨无霸型的企业 那可以说找不着对手 不是我家人跟柯达能打一打 其他的基本 其他家有基本不行 就柯达可以说是整个行业的巨无霸 这个是没办法的事 那么柯达做焦角做的好 当不想做焦角他肯定做相机 因为他的很多焦角是配合那个相机出来做的啊 比如说以前讲过的个人机器喜欢的柯达这个挨角机啊 非常漂亮的机器啊 极其优美的这么一个机器 那我这个已经砍完头了啊 上次讲过 那么这个机器八二八角角啊 二十八乘次十啊 八二八角角 极其个性 做工极其精良 非常优秀的产品 大师设计啊 上次讲这个外观 专门讲过 我过来专门查了一下 他这个外观啊 上头这个黑色 黑色是属于那种唐瓷啊 我小时候我们用那个茶缸啊 唐瓷的特别多 现在可能可能不知道了 以前的脸盆啊 什么的这类都唐瓷的 这个也是唐瓷的黑色 所以这个唐瓷看起来就很亮 很润 非常漂亮 有厚度的一个感觉 做了这位机器大师设计 那么柯达一直在做很多产品 包括我们说特别有名的大烟囱啊 我们见过一个大师 老拿的克拉菲的大机器长 就是他这撑起来呢 拍人那种啊 大烟囱拍啊 好玩 柯达出过各种各样吸气过外的东西 我觉得都不奇怪 因为柯达在这方面非常激进 那么今天要讲的就是柯达自己的顶级旗舰 EKTA系列 很多人说我知道吧 EKTA胶卷 我说不是 是EKTA镜头 EKTA的机身和镜头 这是它的旗舰系列 因为太喜欢这个 在胶片上也有EKTA这个系列 基本是作为旗舰 那么这个镜头呢 就长这样 机身不是啊 机身是士马FP 我自己手工的抛光了个士马FP 这是柯达的这支50毫米F1.4 EKTA镜头 非常的帅气 做工精良 过真价实的 铁杆子 让大家看清楚 咱这摄像头给大家看一眼 就长这样 咱上个看大齿轮这种感觉 特别美国风格 你觉得就很多我们看的 开玩摩托的很多是这个类型 这个感觉 帅气吧 全金属的镜头盖 然后镜头盖是凝凝凝凝 下来 咱看吧 做工倍放 然后看这里头 大字 EKTA 然后这写柯达 EKTA 然后这边大家能看到 写的1.950毫米F1.9 镜片也很漂亮 角度给大家看一眼 光圈大家这样应该能看到 对吧 光圈收合的这么一个感觉 非常帅气 非常重 那么把它摘下来给大家看一看 是这样的一个感觉 咱看一看 这个镜头 当然是玻璃很冬斗了 这个很棒 就是重 特别重 柯达做这个 真的 我觉得没有必要 这个镜头做的确实有点没必要 太重了 真的 就是好不好 就你往手里一拿 你就知道这个镜头绝对可以信来 咋核桃呢 不用说了 不用说了 当年柯达在它的广告上特别多 柯达这个EKTA 其实它是一个系列 但是我手里头只有这个镜头 没有这个机身 那么柯达在1941年的时候就出了一款非常厉害的机器 柯达的EKTA 我手里没有这个机身 大家可以上网 一搜就有 柯达这个EKTA 一搜就有 这个机器非常强悍 如果是纯机械豪车 你一定会迷上这个机身 就是做的特别美国风格 就是美国的莱卡 没毛病 柯达当年就是想用这个机身占掉莱卡 柯达是想说我要做一个比德国更好的机器 前途的机器都做的很棒 那么又有雷丁娜这个系列也是德产 那么柯达也说我们干脆做一个更好的 在这个基础之上是什么 是柯达当年在光学上做了很多的研究 柯达当年在光学玻璃上没少下功夫 大家可不要觉得柯达就只做胶卷 柯达那时候 尼斯曼帝国 就是纳光学上花了很多功夫 那么柯达就说我们要做镜头 要做镜头 那么有这个镜头呢 说我们得有好玻璃 得有特别牛逼的玻璃才行 那么柯达也说没有钱 从别的没有 有超能力 就是钱多 超票多 我们仨钱 搞研发 这个比莱卡还凶猛多了 搞研发 找了各种大神 搞研发 那么柯达最后就成功的研发出了这种土玻璃 高折射率的吸土玻璃 土玻璃做出来之后 哇 好 棒 柯达就开始大面积的使用 使用在自己的这个机器上 镜头上 而这个吸土玻璃出来之后 在业内引起了震惊 各家开始就认识到这个东西的好 一看 哇 厉害 辽屋的 光学上的一个大的突破 一个飞跃 在各家都开始用土玻璃 就其中包括莱卡用土玻璃做的著名的黄玻璃 那么以前有一些朋友可能听过黄玻璃 没听过再去看看 柯达莱卡的黄玻璃 用的英国前四公司的土玻璃 这个土玻璃配方就是柯达做的 那么这个土玻璃做出来之后 对整个行业确实是一个震动 柯达高兴极了 低光一痛感 柯达觉得就着这个东风 就着这个东风 我们把东西做再好点 出旗舰 那么柯达就推出了EKTA这个系列 这个是非常了不得的 EKTA系列 而且EKTA的镜头还挺多 它这个机身 不一样在哪呢 就柯达做的这个机身整个重量极大 功能极多 柯达把能想到的黑科技全堆上去了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出色的这么一个机身 这个机身特别棒 功能极其强悍 我们只说功能啊 但是跟阿尔帕一样 我们原来讲阿尔帕的时候就说过 功能太强 就会带来一个缺点 就是这玩意儿 这么小一个机身堆这么多功能 总会容易坏的 因为功能太多了 莱卡相对来说功能单一 没那么死瓦 所以没那么容易坏 坏了也好修 阿尔帕牛逼吧 做那么死瓦跟手表似的 那坏了 坏了没法修 坏了就歇了 所以你看阿尔帕的机身搁现在卖都不贵 都是搭着卖 柯达这个也一样 那么柯达这个机身出来之后就觉得我没有这个机身 大家可以上网搜一下 柯达埃克达这个图就知道 这个机身力还在哪 我觉得第一个 全金属 百年游行皆是 这比莱卡的用料都一点不差 全金属 特别要命 非常扎实 取景器做了非常大的 非常大胆的设计 它的取景器有50到254 牛不牛 就莱卡到135 这个50 90 135 153 254 这焦段当然比较怪 但是它的取景器是可以从50到250 你就是想5倍 这个感觉 然后呢 为了用35头 35头前头再加一眼镜 就一附加镜 该莱卡是一个方案 从50开始往上 这个是很要命的 这个非常要命 而RF机身 测距机线各方面都没毛病 然后呢 最厉害的是这个机身可换后背 在当年这个设计逻辑上是非常恐怖的 可换后背的135的旁周 后背整个拿下来 皮这样打开 跟背壳一样 跟书一样打开 装胶卷 装好扣上 这个装黑白 这个装彩色 这个装高杆 这个装低杆 啊 自己带一盒子多带劲啊 可以随时换后背 拍的时候可以随时换后背 机身是无联快门 胶瓶链快门 这都很强 非常强 镜头可以更换 更换从35 50 90 135 153 254 那254这个镜头实际没有生产 实际没有生产 你在面上能见到的 EKTA的就是35 50 90 135 153 50有两支 一支1.9 一支3.5 50你要买 1.9的这支是最好的 最好的 用料最猛 也最贵 那么这六支镜头加起来 就是一个军团了 加上可换后背 加上这种这么牛的虚拳器 各方面快门到1000分之一秒 闭门到1000分之一秒 各方面做的都非常棒 就着急了 所以一个什么结果 就做这么好 做这么棒 便宜得了吗 便宜不了 又贵 功能又复杂 容易坏 这几条加起来 就确实是一个顶级机器 应该有的感觉了 果不其然 这个机器卖的不好 卖了9年 这个机器卖2000多 一共2000多套 一共2000多套 这个数字是非常小 跟巴纳克 跟莱卡在四几年 在后来出的那个 就是莱卡出的M3这种强悍的机型 成熟机型相比 这个2000 2000多套 应该算莱卡的一零头 三一零头 莱卡肯定一卡就这 噗 你还想弄死我 我不弄死你 又不错了 柯达的这次尝试 我觉得是柯达的巅峰 勇气可嘉 但是细节上还有不足 所以导致这个机身 你现在买到 你现在当然可以当收藏品 非常棒 非常棒 但是很多快门各方面 或多或少都有毛病 不太好修 修起来非常麻烦 所以呢 有人就说这么好的镜头 就这么放了 为了点可惜了 有人就动心 说能不能把它改成 来看M4的严重 那么环宝石就是其中一个 这支是环宝石盖的 就上他一看 我说这个好玩 我说来 借给我玩玩 又给借来了 远方的朋友借来 用了之后我就不想给他了 太好用了 这镜头素质特别好 真的特别好 所以会给大家讲 这个镜头你只要这支镜头是改好M口 你拿来能改口 你又喜欢这种比较高的素质 又喜欢有特点的交卖 又喜欢复古 又喜欢贼结实全金属 还要够复杂 有逼格 出球不撞镜 你找这支 绝对没错 没人敢小看 艾克达明术一出来 横扫 那绝对没说了 顶级镜头之一 你不能说他比莱卡好什么的 但是我觉得绝不比莱卡差 就这意思 起舞相当 真的是好东西 缺点 比较贵 比较贵 万把块钱是要的 一万多块钱是要的 那么他呢 还有一个 我们说叫电影头版本 像这个 501.9 这个就细多了 你看看整个就细多了 这两个比一比 对吧 一粗一细 这支呢 素质也非常好 管博士特别喜欢这支镜头 我呢 特别喜欢这个镜头 两个人喜欢的风格不一样 出了这个之后 这个我觉得科达在镜头上 真的就是到位了 在镜头和机身上真的到位 这个机身其实非常可惜 如果大家喜欢机械感 那么你去找一套这个机器 绝了 绝了 就这个机身的可玩性 我见过朋友有那么两三套 但是问题就在于这个机身啊 如果坏了 很难修 不是不能修 比较难修 所以大家一定要谨慎 如果你要自己拿来玩 买的时候就得买那种好的 别买一坏的 你买回来只能当摆件 那么这个机身的复杂程度 可玩度都没说 绝对是没说了 所以相当值得玩一下 有人刚才说那个长什么样 我现在上网给大家搜一张 给大家发个截屏 大家看一看 大家看这个 就长这样 就长这样 这个 这是他这机身 这是他这机身 下手大家看 独立出来的 这就是他的后背 就是大家可以看 这个机身见能见脚 测距特别牛在哪儿 除了黄班这个测距之外 中间人还有单独的屈性器 测距极限的非常长 屈性器 接触器在相机脑门上 它的屈性器跟镜头光轴是重叠的 上下落着 所以视差比较小 然后顶上那个圆盘是屈性器 然后左边快门速度 这个比较怪 左边快门速度 然后呢 这边有一个小班丑 那个是自拍 都在上头 在左肩膀上头 这个是比较奇怪的 就是快慢机都在上头 但做的是很巧妙的 然后大家看啊 后背这个部分比较巧妙 下头这个部分 就是他后背的这个部分 是特别逗的 这个后背 大家可以看啊 这个后背的部分 有一个独立的能拿出来的 这就是他的胶卷后背 打开里头装胶卷 它是这样的一个效果 好吗 然后上头这呢 这些就是他的镜头 大家可以看 镜头501.9 旁边那也是35 应该是 旁边那应该是503.5 最左边那是35的 然后这样一套 镜头都有这个铝的镜头筒 套着 金属镜头整套 很漂亮啊 这套整个的感觉很漂亮 容易坏啊 我反复说啊 容易坏 所以有的人说 哎我现在就不行了 我就上 我就上上这个 网上去找找 那么你可就要谨慎啊 这套机器是相当容易坏的 一定要注意啊 那么回来啊 回来接着说 那么这套机器 很特别啊 很特别啊 非常非常特别的机器 那么镜头素质怎么样啊 可以说 柯达当年在埃克塔上 堆料 镜片的堆料 是完全不下 就是不控制成本的 而且所有的镜头都带肚膜 那个镜头和那个年代 还有很多头是白头 但是柯达是给所有的镜头都上了肚膜啊 刚才给大家看的镜头肚膜 其实就很漂亮啊 我再看一遍啊 肚膜肚膜大家可以看出来 很好看 对吧 非常有意思 那么再看这支啊 这是他的这个电影头版本的 这样 非常好玩的镜头啊 非常好玩 非常有意思 那么这个系列的镜头呢 有一个特点啊 尤其是这个啊 这支镜头啊 给大家拿这个看看 大家看 看这一感觉 黄 能看出来吗 特别黄啊 我给找一个白点的东西啊 这个背后大家看看 大家看这黄吧 黄的黄 特别明显的黄 对吧 你看这个这个玻璃透出里头这个白尺 啊 看 黄啊 黄的厉害啊 莱卡的黄玻璃呢 我也给大家看一下 莱卡的黄玻璃 黄 但都没特黄这么厉害 你看他这个 肥黄 都咖啡色了 恨不得啊 这个是特别刺激的一个事 科达在这上头 下料 很很恐怖 所以这个镜头素质的方面很好 特点啊 第一个 中心锐度全开就非常好 啊 人们说问单膜吗 不是多层度膜 这个人很强的啊 多层度膜 然后呢这个镜头全开 素质非常好啊 一直到收小光圈 素质锐度上 绝对不用担心 啊 用我用尸码SPL 六千一百万像素来拍 都绝毫不吃力 啊 这个是我非常惊讶 啊 但第二个 胶外极其有特点啊 胶外就有我们喜欢的古典的玄胶 加层层叠叠的胶外 加漂亮的光斑的那种亮边 啊 这几个点都在里头了 都有 另外颜色很漂亮 这个镜头的颜色不老 有一些老镜头颜色很老 看起来旧 它也旧 但是呢 没有那么旧 不像一些老镜头 你觉得颜色就灰的不行 啊 跟镜头本身起不起位 有关系啊 主要不起物的 你拿它当雷击的那种感觉来想 就没毛病 来看雷击的那个感觉 大家知道吧 502啊 这么一个感觉 那么你拿这只头 跟它仿佛啊 是没有问题的 锐度各方面都很好 缺点 这个镜头重 比莱埃卡都重很多 因为整个一个大铁杆啊 另外呢 对焦这个部分 啊 对焦这个部分特别多 它是齿轮的 美国人的风格啊 所以呢 有的时候冬天你搓的时候 其实挺累的 冬天拿手搓真的挺疼的 啊 那我给大家看一看 原来的那个AXA在这儿 是对焦齿轮 调这儿 啊 它现在这个我们只能这样 手调啊 这样的一个感觉 这样来手调 啊 调到这儿呢 很多人说它最劲是多少 大家注意啊 这是无限远 英尺的 英尺标 调到这儿 你看 3.5英尺 就不动了 但是呢 你看这儿还有刻度 但是你拧不动 啊 你拧不动到这儿 景深标尺啊 这景深标尺 这是对焦 前头这个小刺儿 光圈啊 小翅膀 这个小翅膀大家想起来什么 想不想起来 来卡的要砍和来卡的早期的六名玉 都带这个小翅膀 军板的 来卡的军板上就有这个小翅膀 要看那个系列 小小翅膀 这个就有啊 这个当年也是可以当军板啊 绝对是没问题的 卡的广告特抖 这个机器的广告是什么呢 有一张广告宣传画 是一个女的 一个女摄影记者拿着这个 在战场上跟一德国兵打架 一相机把那德国兵就轮的 啪就跪的啊 就说这个人多结实啊 不肯当年的宣传特抖 那么刚才说这个对焦数怎么解决呢 大家看这儿有机关 这有个小钮 看到吧 有个小钮 这个小钮啊 你对焦到 对焦到这儿的时候 你把它拔一下 往外拔一下 看到吗 看到这个部分吗 啊 拔一下 然后 它就能继续对焦 镜头也伸出来更长 最近到多少 1.5英尺 最近到1.5英尺 这个就很厉害了 1.5英尺 差不多就不到40 差不多1.5英尺 40公分左右 啊 这个就很近了 很多喜欢玩微距的 那么你用这个头就很好 当然这个镜头比较麻烦 就你回来的时候 往回调 调到3.5英尺 还得拔一下 它是个线位 啊 它是个线位 它是这样一个螺丝 啊 你得把它拔起来 看到吗 啊 一个小拉杆啊 像像那个 汽车的拉杆一样 拉起来啊 再行 再拉一下 这个可能有人觉得麻烦 那么改静的时候 可以把它改掉 把它掐断 把里头那个 给它掐断 留着外头这个 它就没有这个线位 啊 但是呢 就从我个人来说 改静尽量的保持啊 这个 镜头原来的这个感觉 啰嗦 玩的就是啰嗦 朋友们 玩这个图什么呀 就是玩的麻烦 对吧 就是玩它的麻烦 那么这个 我们就要注意 如果你改的时候 就提前说好 这要不要掐掉 你要掐掉 你就直接这样一下子 如果不掐掉 那就留着啊 有人在目上的说 和柯达的 焦片艾克达有联系吗 刚才讲了 就是柯达是因为 特别喜欢艾克达 认为自己当年的巅峰 所以后来在焦卷上 也出了艾克达这个系列啊 艾克达可以说 等于是旗舰啊 就是这感觉 像佳能的一系 就这个意思 只要带一的 就是旗舰啊 就像奔驰一样 说麦瓦赫 奔驰的顶级啊 就这意思 基本就这个感觉 那么柯达 艾克达在相机上 是顶级 镜头上是顶级 到了胶卷上也是顶级 就这样一个感觉 旗舰机啊 专业的 这么一个感觉 所以呢 这个部分 这个小钮 我个人认为啊 个人认为 就是最好是留着 虽然它啰嗦 虽然它不方便 但是你玩这些老镜头 真的是为了快 为了方便吗 为了快为了方便 自动头比它方便多了 比它快多了 玩这些 就跟玩手表一样 玩的就是麻烦 玩的就是这个过程 所以我个人认为 应该保留 但这只是我个人认为 你改的时候 根据自己的习惯 来用就可以 其他镜头 我觉得没什么好说的 镜头素质啊 整个各方面的感觉 没说的 那么刚才说到它黄啊 我们来对比一下 我把它放在这儿 我们来对比一下 这两个 这是柯达电影版的 这是这个 我给大家放这儿看 这样吧 火火火 嗯嗯嗯嗯 嗯嗯嗯 黄吧 这是莱卡黄玻璃 淡淡的黄色 莱卡黄玻璃淡淡的黄 这只电影版的都发咖啡色 这只基本就不黄 当然跟镜头的保存各方面都有关系 但是黄是不是毛病 有的人还就要找这黄的 不黄说龙哥这镜头黄 不黄不要 所以你说老镜头玩有什么标准 我认为没有标准 这玩意完全看个人的心情 个人的心情 这个特别重要 所以先截个屏 可以先截了屏幕就看照片了 好 这个是用这只501.9 EKTA的这只镜头来拍摄 首先说一个特点 就是为什么要先放这张 就是很多人老说颜色什么行不行 那么这张北京的大晴天拍的 大家对晴天 尤其对北京的北方的晴天 应该有概念 反正就大晴天 前两天就这种 北京的夏天很晴 那么大家看看就这个效果 就是这样的一个感觉 镜头的颜色也非常棒 锐度各方面也非常好 也非常好 我认为这只足以表明这个镜头的素质 虽然老 老而迷奸 说那个老陆说被四七二搞怕了 四七二也是好头 重量的安琴 我是非常喜欢 但那个头成色好的确实也不好找 不好找 但这只我觉得没问题 这只镜头 毕竟是你要考虑 科达莱克塔501.9 整个这个机身系列 2000多套 你随便摘来 除了好用之外 它还有收藏的意义 这个还是很重要 但是它比四七二贵 这个确实是 那我们稍微放大一点看 这个焦点队在这个楼上 光圈 这张当时用的是光圈8 大家可以看中心到边缘 这些表现就不用说了 黎正元 这些楼刚在盖 所以你看那个玻璃上的膜都没撕掉 大家可以看这些细节 这个玻璃上的细节 这些塑料膜的质感 这个感觉包括高光的这个控制 包括这些颜色的表现 我认为都是非常出色的一只镜头 你拿来用 你不会觉得跟我们现在的这些镜头说 有过大的差异 就是你在收小光圈的时候 它是不会觉得 你只有在小微有光斑的时候 你才能看出这个差别的感觉 我们再看这张 这张的颜色也 这张各的锐度各方面 让大家看细节 也很能证明这个镜头的水平 这种不锈钢的 这种大的雕塑 这种景观的雕塑 其实很考验镜头 很多头真的抗住这么个玩法 那么这个镜头 我觉得表现非常好 这只柯达图的表现 我们来非常好 我用了之后 我是觉得 这个华宝士推荐这个头 是有原因的 他知道我对镖头比较挑 但是又喜欢各种各样的镖头 那么他推荐了这只 那么稍微放大一点看 大家看这些雕塑上的 这个不锈钢的雕塑 首先看高光的这个部分的这感觉 大家看这个效果 阳光直接照在上头 这个不锈钢巨大 这个非常大 有三层楼那么高 有个大雕塑 在望京 大家看这个雕塑上的 这个雨水流下来的痕迹 这些细节 但这些反光里的镜面 它是一个镜面 反光里的这个细节 这种表现 光圈 这张应该是光圈8 大家看这个整个画面的表现 觉得行不行 我觉得 就作为一个老镜头 它的颜色跟现在镜头比 肯定要亏一点 你拿莱卡 现在比如说50双A 这种干它 肯定干得死死 但是我觉得 做为一般老镜头 很难跟它抗衡 这个镜头又经得住 高像素的放大 又有非常好的边缘的处理 这个确实是很难得 所以这个我觉得是非常出色 这上头是灰尘 大家就不要在意 但是你看金属的质感 这些表现 我觉得都是非常好 当然了 有很多朋友 其实并不太 梳小光圈来使用 比如说我习惯 还是你要看 梳小光圈这样的一个感觉 才行 然后扫街 我来看一眼 这是我在路上 抓拍的 那么以亮部为基准曝光 机身是莱卡M9P 镜头是科达 EKTA51.9 环保师 镜头环保师 改的莱卡M口联动 这样的一个镜头 当时拍的时候 其实是孤焦 拍的时候是孤焦 因为就走 我骑着一车 我骑着一车 像机斜袜子 前头 前头看到这 正好红绿灯 停下来 突然过来一样 上头一看红脑 我说这好 前头上有小哥 骑着这个车子 在这 离车来 来玩这好 这张车一过了 就怕 孤焦直接拍了一张 那么光圈 当时应该也是 不是5.6 就是8 具体记不到 大概是这个感觉 大家看这个红色的感觉 柯达对红的表现 它的胶片和它的镜头 对红的表现 都有它自己的风格 很浓 这个镜头的红色表现上 像是老镜头的感觉 红色比较沉稳 跟陆来一些感觉比较像 跟现在镜头的红 还不太一样 稍微放大一点看看 是这样的一个感觉 红色黄色等这些细节 我觉得都是处理的比较好 说 他上门说 以为发色黄 没想到这么冷 对 它的就是这个 当然跟机身也有关系 跟机身这个也有关系 来看M9 M9 这样的一个感觉 然后呢 我们再看 拍人 当然是要看 看大光圈 这是拍的我专用模特 小茉莉同学啊 小茉莉正好站在树叶下 阳光 洒外头阳光是很强 哎 我说这个好 那好什么 拍胶外啊 拍人 主要是看胶外 大家看这个胶外的感觉 老镜头的风格 展露无遗 只有老镜头 才有这个感觉 哎 这个就是 柯达501.9 这个镜头的特点 它的胶外 是这样的一个效果 放大了 看 大家看这个胶外 这个光斑 层层叠叠的这种光斑 相当有辨识度 只要你看到 画面的这种感觉 那基本就是柯达 另外呢 大家要注意 柯达的蓝色是不太一样 柯达的蓝色 不是特别艳的蓝 但是它的蓝呢 带着一种灰度 它跟酷克的蓝 跟蔡思的蓝 结亮不一样 蔡思的蓝是完全不一样的 而柯达的蓝 你相对来说比较沉 它相对来说比较稳 就它的颜色没有那么艳 蔡思那个蓝是那种 你感觉它打了一个蓝光 它的蓝是一个蓝灰色 有的时候就哎呀 特别舒服 这个每个人喜好不一样 但我觉得是很舒服的 那么我们看 小默的这个皮肤 整个的感觉表现得也很好 然后再看这张 这张放大了看看 胶点稍微有点跑 我当时对胶 对脖子上 大家能看出来 脸没对上 但大家看看胶外 主要看胶外 胶外这个部分 大家可以看这个部分 是比较见效果 像不像 特达的X达472 像 旋转 画面整个都是旋转 但是472相对来说 颜色跟它比还不太一样 在特逗 就是每个镜头 你说它讨厌就讨厌在这 就每个镜头 还有自己的特点 真坏 那么这个镜头 我觉得跟472 感觉比472更敏快 比472全开的时候 容易有雾化 就是盛光的一个感觉 最少得收一挡 才会变得比较锐 柯达这支 全开就很锐 就这感觉 胶外一直是很漂亮 胶外的散胶你看特别明显的 能把一个线条散成一个小宽条 但小宽条的两边会比较亮 你看这个草 都是这个感觉 这是它的一个标志性的散胶的感觉 有旋转感 但是每一个光斑 还都比较明显 我认为这是一个比较典型的 大家说小茉莉变大茉莉 真的变大茉莉 都上初衷了 时间过得多快 再看这个 这是在地铁里头 光圈全开来拍摄 焦点对在近处 大家看整个空间感的这个表现 全开的时候 在这个强的光线下 大家看高光部分有盛光 能看出来吧 但是这个盛光特抖 弱光下有 强光下反而不强 很有意思 就强光下反而弱 弱光下比较强 是挺逗的一个事 跟很多镜头的风格不一样 它是这样的一个效果 大家看有这个盛光 但是你看抗击光表现还不错 地铁那个车灯直接过来的时候很亮 整个画面就不会 都不会有太大的问题 然后这个是全开近距离 差不多有个一米不到一米 这么一个距离来拍摄 那么这是在一个咖啡馆里头 它有好多这个杯子 哎呀我一看这个玻璃杯好看 我说这玻璃杯 这不拍的炫光 这不拍的光斑 这不白来了吗 人家老板还特动 我说没事 我不是检查了一声的 我说我就是看这杯子特好看 拍一看 这么一个感觉 放大了 大家看看 全开有点小盛光 对吧 这感觉 大家看这个光斑 一直到一层一层散开 这样的一个效果 胶外有明显的 这个胶外旋转的感觉 光斑明显的有旋转感 但是跟至尊的 那个两头尖尖的感觉还不太一样 柯达的这个也比较有自己的风格 比较有自己的辨识度 暖色 这只镜头色彩特别准 因为它不黄 它颜色非常准 然后 看这个 这张呢是拍的数 大概应该在0.08米 差不多 0.8米一米左右 就这个距离 基本上拧到 接近最近线位那个位置 来拍摄的 那么光斑全开 大家看在树荫下 晴天的树荫下 这样的一个感觉 大家看 全开对在这个树叶上 对就是在这个位置 清晰度是没问题的 然后胶外 你能明显的看到有绿边 这个时候能看到绿边 这个时候大家能看 跟真环境有关系 这个树叶本身绿 绿边也比较能显现出来 这个绿边 那么我们看看层层叠叠的 胶外的这个感觉 我给大家看看 大家看不同的胶外 在边缘的部分 我相信很多喜欢这种老镜头的味道 老镜头的这个味道 是一定会喜欢这个感觉的 所以非常非常有意思 这个光斑的感觉是很有特点的 也很有艳势度 那么我周围有几个朋友是特别喜欢这种 老镜头的光斑 他们收集了各种老镜头 桌子还一摆摆一摆 手龙哥你看这个 这个胶外这样 给你看这个 是一种乐趣 你说它是不是优点 你应该说是光学的缺陷 但是很多人玩的就是这个缺陷 所以玩老镜头 我觉得这个不分 对或者错 很多人老说你玩老镜头就怎么样 什么样都对 我说你不用去考虑这个对错 它其实是一个喜好 很多人玩这个 你说他知不知道现在镜头素质好 人知道 人可能手里头有很多现代的来卡头 米康家能夺也都有 人不是没玩过 但是这些人在前面老镜头 他是追求现代镜头不具备的一种感觉 所以它是一种情绪的追求 就像现在 大家电脑打字这么方便了 语音输入这么方便了 有人很愿拿毛笔写字 你说他是不是装逼 不是 人是真喜欢的 对吧 你说他拿毛笔要当书法家 不是 人就是喜欢我拿毛笔 在屋里自己做了写几个字 愉悦自己 不行吗 不好吗 我还是那么一直说 说就是很多人现在社会压力很大 大家工作都很累 很多人玩相机 不是为了成为摄影家 他只是喜欢把玩这个机器的一个乐趣 你就当他是个成年人的玩具 不行吗 大家没有这个权利吗 就我们一定要成为摄影家 一定要成为哲学家 每天要思考 要深刻 要拯救整个银河系 每个人都要这样吗 也并不是 我觉得一定要当代吗 每个人都在拍照片 不当代 就应该去死 都土鳖 真的吗 在这个镜头也是这样的一个感觉 玩的就是他的这个缺陷 我还觉得看这个缺陷挺解压的 挺好玩 不好吗 挺好 对吧 这样的是傍晚的树拍的 日光白平衡 所以大家看注意就特别蓝 已经黄昏了 黄昏 阳光没那么强 但天上还有白云 就太阳还照在 照在这上面 但是这个树这儿 已经没有阳光了 所以整个画面 你看树叶的高光 会明显的偏蓝 不是偏色 是真的有它那感觉 然后呢 大家看这个 放大一下看 画面的这个感觉 全开绿度没问题 绿度没问题 然后呢 带点小圣光 然后呢 胶外是这样的一个感觉 我觉得这个图 颜色比较正 也没有太偏蓝 或者太偏黄 跟电影版的那支笔 属于很稳当的一支镜头 顶板的风格挺强烈的 这都是它的光斑 这个是阴影下 大家看 这种树叶 反着天空的蓝色 因为北京的天很晴 有的时候不下雨 的天很晴 你看 这个蓝色不是偏色 是日光白平衡下 这种比较厚的树叶 像有点蜡质的树叶 反着天空的蓝 这个味道我特别喜欢 但是如果你用 浮动白平衡呢 有的时候这个就不写 所以很多时候还是跟 自己用的白平衡的设施 有关系 有很多时候并不是镜头的问题 说这个镜头拍出来 哪个颜色不舒服 什么的 很多时候用自动白平衡 绝大多数情况 自动白平衡是非常好的 各家的自动白平衡都越来越好 但是总有一些情况 白平衡是没有那么理想 那么我还是按照胶片的情况 用日光来拍摄 就大家看光斑 大家放大了 看光斑这个感觉 一直到最边缘 树叶散的感觉 非常的有意思 肯定不完美 跟现在镜头比肯定不完美 但是我认为非常有特点 这就是这个好玩的地方 你梳小光圈 紫标什么这些 就都减弱了 当然了 这种暖色也是 柯达非常擅长的 你看在地铁里头 这个感觉 这种颜色 非常的有氛围 也是日光白平衡来拍的 这样一个空间感 我觉得表现得也很好 重要的是 它胶外其实还比较细腻 虽然它有这种明显的二线 那胶外还是比较细腻 阳光下 那是不用说了 日光白平衡 暗部的蓝色 也是柯达的风格 有点像蔡司 有点蔡司用不一样 蔡司要到这儿 哇 那给你炸一爆蓝 那种特别明亮 特别冷峻的蓝 柯达这个蓝 你觉得还不过活 不温不活 在这个层面上来说 柯达越来越像酷克 就是没有那么夸张 这张对焦在近距离上 对焦在前头 这个部分 大家看焦外的过渡 非常的柔和 就有特点 但是也很柔和 有的镜幅 焦外二线太明显 焦外太明显 之后焦外的人啊 都行都散了 看不出来 但这只 埃克达你要注意 它的行散的是在 它的行跟只是二线 那种生硬是不一样的 所以出来的感觉很舒服 你看这个人散焦的感觉 我相信大家就能体会到 这种比较柔和的空间感 光斑是散那感觉 但是整个散焦的过度 老镜头是从焦点 慢慢慢慢散出去的 化开的感觉 比较细腻啊 这个我认为空间 这种氛围表现上 还是相当出色 这是输小光圈 立刻给个高画质看看啊 输小光圈 大家看水面啊 一个那个喷水池啊 三里团里有喷水池 反的天空的这个颜色 这儿挺好看啊 光圈5.6 拍了一张 那么大家看这个反的天空的颜色 这种蓝啊 这种蓝就是 它的一个特点啊 放大了看细节 这些都是没问题啊 光圈5.6 它也不清楚 那镜头没法要啊 所以大家可以看 如果你喜欢高画质 你要画质比较高 那么就输光圈啊 输光圈来使用 还是非常强的 这是黑白 在高反差的情况下 它也有很好的表现啊 阳光很强烈了啊 阳圈8啊 阳圈8来拍 是胡椒直接盲拍 基本上就放一个 差不多到5米左右啊 基本就拉起来就开 没问题啊 是这特大的黑白 这只头的黑白 还算就是又有足够高的反差 但暗部和高光保留的都还不错 啊 这个也是 大晴天拍的 大家看这狗尾巴藏啊 这个效果 包括郊外啊 只看到郊外的感觉 跟现代镇头事物不太一样 所以就是相对来说啊 就埃克达系列 跟柯达其他的 那个雷丁纳什么 那些 那个比啊 就相对来说 辨识度要更高一点 在柯达那里头 辨识度更高一点 啊 收小光圈 有非常好的 这个清晰度 这也就没问题 啊 我们再来看这个 也是 拍的杯子啊 这个拍了好多个 大家看全开 近距离的时候会有声光 郊外的这个过渡感 啊 拍了好多杯子 颜色还是很浓郁的啊 跟环境也有关系 大家看后头这个瓶子 出这个形多度 就他的高光 你单看形啊 形都在 但高光会跳出来 高光只要有光点 立刻给你跳成 这种漂亮的光斑 这个算是一个风格啊 也是 有人喜欢 有人不喜欢 各有所好 不存在对错 不需要去追究对错 没有意义啊 这些都是啊 大家看 你看 其实你看 细节上表现 还是非常好的 但是你往往 比较容易找到绿边 紫边的不多啊 绿边比较多 氛围感 我觉得也不错 啊 这都是他的 不同的这个细节的感觉 啊 这个放大了 看看 大家可以看 都是这个感觉 你看全开进去 你会有点圣光 啊 这个感觉 你看金属的高光上 你看这个圣光 一层薄薄的雾一样 啊 这样的一个效果 高光有光渗啊 有光会往里渗 在这个金属棒的头上 大家看这个光阴都会往里渗 啊 有个渗光的现象 但是光斑的感觉是很漂亮 啊 所以很多时候玩的 不就是这种感觉吗 就是这种啊 迷离的郊外 就他当然跟安琴比啊 没有安琴那么明显 啊 但是呢 他的郊外 我说 笔触感比较强 啊 特别像 那种很多印象拍的画 大的笔触 挤刷子过去 有点像谁 有点像 类似于博纳那种 宽的颜色啊 暗部的细节 什么这些都很好看啊 这朋友的哈苏 这是楼啊 光圈8拍的啊 大家看远处的这些细节什么的都没问题啊 当圈5.6或者光圈8啊 不记得 但是反正是对远处啊 表现是没问题 啊 这个也是 大家可以看这些颜色 跟现代镜头的颜色有区别 但是跟很多老镜头比 我觉得还是很强的 这个也是啊 大家看这种比较炸的颜色啊 比较炸的颜色 在画面里表现得也不错 啊 这个黄色啊 黄色和红色很有柯达的风格 柯达对暖色啊 表现还是非常有特点 尤其对黄和红 表现得非常有特点 跟很多老镜头确实有点区别 但是你说切两只别不至于啊 实实有区别啊 这个是他的这个 树荫啊 下头拍的 主要看光斑 为了大家看光斑 就是这样的一个效果 啊 脚外基本就是这个感觉啊 有旋转感啊 有比较明显的这种 绿边啊 但是颜色整个来算是比较厚重的啊 大家看这个效果 对吧 色泛就能看出来 拍人呢 立体感也很好 这种细节啊 这些脸上的细节啊 这也是咱们群里的朋友啊 整天也来毒害我啊 大家看这个脸上的胡茶什么的 也都比较清楚 脱和茶 那么这些细节表现也很好 啊 特大这支电影版啊 特大这支电影版的镜头 这个镜头也很逗 很细小 方法师特别喜欢这个头啊 很小巧 手感各方没有很棒 很精致啊 但这个镜头呢 覆盖全幅又暗角啊 大家看这个画面 四个角你觉得是黑的 就这个原因小小的挡角 用M8.2或者M8 这种APSH啊 就没问题 就很合适啊 但是这个镜头锐度 各方面是很强 嗯 小相长的镜头 一般来说反差 比大相长的要高一些 所以这个镜头 你会感觉到它很明快 啊 很明快 但镜头颜色明显的黄 大家看这个顺 你觉不觉得黄 就这个镜头本身 有黄的厉害啊 非常黄 所以它出来的颜色 就是这种旧的色啊 但是你看它全开的锐度 一定是要强 啊 全开就很锐啊 这感觉 甚至没有盛光这种感觉 绿度相当高啊 这是它的一个优势啊 郊外也算有一定的特点啊 但没有那个头 那么强烈的 这种感觉 我们来看这种 这张黄 对吧 特别黄 大家看这树叶这儿 啊 你就觉得它的锐度 明显的要更高一些 它的整个镜头的反差 也要更高一些 但是呢 这个偏色 这个镜头发黄 啊 有的时候带来的这个感觉 也会成为一个影响 就这种黄 反而会把反差又拉低一点 啊 导致看起来的感觉呢 还正合适 尤其是拍黑白 啊 那偏黄啊 有人说偏黄又没有影响 有相当于一个黄镜 啊 相当于一个黄镜 加了点反差 啊 实在是这个感觉 大家可以看来 黑白的细节 这都是全开啊 对吧 你看这个 它的全开的锐度 很强啊 这支镜头全开 比刚才那支还要强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有意思 但是就是相场 覆盖不了全幅 另外呢 郊外的光斑 啊 有它自己的风格 但是不像刚才那支镜头 啊 那支EKLA呢 这个相机版的 那么强烈 所以这两支镜头呢 完全是要根据个人的喜好 才能定夺选哪支 啊 每个人的喜好 一定是不一样的 你看这个黄 特别黄 你想这是在阴影下 阴影应该是发蓝的 它出来都发黄 整个睡 你觉得像秋天一样 黄啊 特别明显的黄 这个没办法 啊 这个说电影版胶外如何 相机版胶外灵动 说了好啊 这个点形容得非常准确啊 然后看 电影版的这个 全开锐度就非常好 啊 胶外也是啊 有明显的这个色散的感觉 画面黄啊 画面黄啊 主楼提醒这个黄的问题 大家拍黑白很棒啊 拍黑白非常好啊 大家看这一感觉 这个细节啊 这个锐度来说 是比刚才那支全开的锐度要更高 因为那支Extra 751点 501.9 全开的时候有圣光啊 尤其是近距离 那么这个头就没事 全开锐度表现就反差非常明快啊 这样的一个感觉 这张是我调了一点色 就日光拍完了 我觉得太黄了 我就调了一点 但还是黄 后来我就又调了一点 我调到这样 我觉得差不多 这个色温到了多少呢 从5500 日光一般是5500的色温 这张色温 3900 就几乎是白制灯泡的感觉 就它前头加了一个成镜 特别的东西加了一个成镜 就加到这个颜色 色温拉到这么低 你才会觉得 哦这个颜色 像是正常的颜色感觉了 那么我们在它正常的颜色里头 那么数码就这种方便嘛 你可以调遍平衡 然后你看它整个的画面的这个质感 这种细节啊 包括胶外的这个过度感 是这样的一个效果 所以两个镜头各有自己的所长 所以你看最红色的表现 很扎实 稍微放大一点看 清晰度啊 这都没说了 质感表现也都非常好 这是电容版的这支 它黑白 大家看一看 相对于加了个 它因为比如镜片黄 你就当它加了个黄镜 所以出来的这个画面的反差呢 更通透一些 大家看看这个感觉 是不是有这个感觉 跟刚才的那支比 你会觉得这个反差又更足一点 好玩吧 好玩 这就是老镜头的一个感觉 然后呢 那么今天跟大家分享了 这两支镜头 一支 科达EKTA 51.9的相机版本 一支 科达EKTA 51.9的电影版本 两个镜头 都不一样 大家可以看啊 不一样 让这个相场小一点点 但整个的 成像风格来说 这支镜头全开 全开本身 锐度就很好 带一点盛光 收小了之后 收到点 立刻就 各方面都非常完美 收到5.6 收到8 就没说的了 中心路度很棒 郊外极其强烈的 自己的个人风格 第一个 郊外有旋转 第二个 郊外的光斑 有明显的亮边 第三个 郊外的过度 比较细腻 要知道啊 它的郊外过度很细腻 然后 光斑才有这个亮边 这两个是组合起来了 跟单纯的悬的厉害 那种感觉又不一样 另外 镜头做工啊 手感一流 这方面非常棒 另外是 它有非常强的微距功能 那么当你调焦 调到这儿的时候 大家可以看 镜头伸出来更多 伸出来这么长 有微距的功能 到1.5英尺啊 可以是非常近的一个感觉 所以如果有经常拍微距的 需要的 那么你拿这个头 还是可以的 我给大家在这儿 比划一下 它有多近啊 我给大家看一看啊 调一个最近啊 最近到多近呢 我拍我的这个手机啊 到这儿就可以啊 也就 也真的也就是30公分啊 3040公分的距离 所以你要拍个花花扫扫 你比如说我现在拍个手机啊 我拍个手机可以拍这么大 就把手机能拍到 接近满屏 这样的一个感觉 作为一个标图 这算是非常近 是这样的一个效果 所以 那么 如果你经常说 我喜欢拍点花花扫扫 拍个美食 拍个什么 拍点近的 老镜头里头 不用加接圈 就能实现微距的 那就 这只镜头是很强的 这个200个镜头 镜头比较细长 那么这只镜头呢 是相机版本的 全画幅 这只是 不能覆盖全幅 而半幅比较合适 这两个镜头 粗气上有区别 镜头的风格上 也有区别 整个外观的风格也有区别 但两只都非常好 都非常好 那么 再总结一下 就这个镜头 两只镜头全开入度很好 这只全开入度非常高 这只全开有盛光 这只能微距 然后 两个的胶外都很有特点 它的胶外跟柔和一点 不能覆盖全幅 这个镜头的胶外非常漂亮 第一 过度非常细腻 第二 胶外的 有玄焦的感觉 第三个 它的胶外的光板 有明显的亮边 有明显的亮边 如果喜欢这个感觉 我觉得是非常棒的 所以柯达的这个系列 我觉得成像各方面都是 非常非常令人深刻的镜头 所以 如果你特别喜欢这个镜头 加上 数量稀少 一共两千多套 九明玉 还三千多只 这个就两千多只 你拿来玩的话 它还有一定收藏的感觉 那么你拿出来跟别人一比划 你看 这镜头少见 有意思 有成就感 但是缺点 这个镜头得改口才能装来卡 它这卡口是不一样的 你得改口 那么改口 也是一笔费用 很麻烦 这个镜头特别不好改 这个机身整个的设置 极其的啰嗦 更像电影头 极其啰嗦 做工是没说的 但是改静非常复杂 所以这个镜头 本身就不便宜 改静也不便宜 购买需要谨慎 今天跟大家分享了 柯达 这个AXA系列的 这两支镜头 主力是这支 那么我认为都是 非常出色的镜头 柯达的镜头 知道吗 很有意思 很有意思 那么一会儿呢 我们进学 可以继续聊天 那么有人说 怎么进学 就扫这边的 下头来位 加管理员 我们可以到群里来聊天